11月18日第五季中国达人秀的第二期节目开始录制了 在节目的录制前一个小时 我们新娱乐在线的记者在几位观察员下榻的酒店 遇到了正换好装出来的苏友鹏 看看他跟我们的记者都聊了些什么吧 各位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苏友鹏 一改三天前在中国达人秀录制现场的白马王子形象 这一次苏友鹏选择了一身利落的黑白格子西装 或许是因为可以换上新衣服的缘故 几位观察员在第二期节目录制前都心情大好 明天可以换衣服咯 达人秀新的一起开始 虽说苏友鹏自己不注意外形打扮 甚至在休息间还毫无形象地拿着饭盒到处奔跑 但是依旧掩盖不了他偶像明星的光芒 接下来要邀请偶像传奇苏友鹏 我不是特别满意 我觉得应该叫做偶像男神 要不然弱了 一向爽朗的武阿格苏友鹏之所以在这个男神的称呼上斤斤计较 还不是因为这次V神赵薇的身边夺了个情敌刘烨吗 身为银瓶原配自己当然要在称呼上想V神靠奇咯 当然武阿格你也别压力太大了 你看咱赵薇还是当年大明湖畔那个小燕子啊 实际上收我那种感觉 当然有风跟我更老夫老妻的感觉 这个人是算啥呢 做快乐的小伙伴 吃饭没 我特别来给你送口送饭 不 我要减肥 因为不是这边录是吗 因为这边录是太操心了 她也很不喜欢做 节目主义常常会觉得她是唯一的女性观察员 所以那个母性的部分应该要交给她 对她来讲她就觉得有些人是这样了 就不是我没有 可是你要我硬去演这个东西 我老娘不舒服 然后她就觉得丢给友朋友丢给友朋友 别叫我做 别叫我做 怪志怪影帝刘烟太会耍宝 逗得赵薇开怀大笑 完全抢了原配苏友朋友的风头 让电视机前的环珠迷们情何以堪呢 我想太多不要制造这些就是过于戏剧化的事情 但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很久没有看到我跟赵薇一起在公开的场合 公开的荧幕上见面 可不代表我们就是什么失散多年了 不要护情 没有那么做作 大家都是朋友 有什么不好 他们多一点互动 也是为了给大家开心嘛 不是嘛 这有什么好抢的 抢也抢不过她老公嘛 是不是有什么好抢的 俗话说宰相度里能撑传 也难怪这五二个的度里能装搜航空母舰路 他不仅完完全全的包容自己曾经的最爱 和另一个男人公开打情骂俏 还对这位情敌赞赏有加 我觉得没想到就是那个刘悦这么的幽默 就是他的那个节奏和那个他的那个思维 这么的让人开心 我由衷的 我真的觉得太真棒 那你就对 你能够逗得大家开心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眼睛都大 眼大是共同对方这个电影里边看 对方来聊到那个如说 看来苏佑鹏在圈内的好人员还真不是盖的 除了心胸开阔 嘴巴抹蜜外苏佑鹏还时不时为朋友两肋插刀 所以圈内不少好友结婚时 都力邀这位铁哥们做伴郎 而苏佑鹏也很开心的在伴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压着我们爱我们要9999啊 啊什么 9999 走 吴启隆如果会的话你会不会也去再做这个伴郎 便宜啊OK啊OK 可是现在就观众们就说 如果你这个就是永久的做伴郎自己要怎么办 可是没想过 做三次就是 啊我不介意 我还不相信这个事情 我不介意 祝福都给了好兄弟 那您自己呢 不晓得 他万一没有 那我也接受 可是不会着急吗 就是自己会慢慢开门那个大龄圣男圣女的行李 圣子就圣子 有什么不对吗 每一种都 我觉得都是对的 新闻在线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是的 想要看到两个人这个插科打混的画面呢 接下来一定要继续关注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了